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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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人 给我第二号码 我的粉丝是吗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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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凉了诶 诶 诶 哇 回去 check dash cam 我的爱情要来了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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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为了更清晰的前方视野 我选择了升级我的dash cam 我选择的是70mai 这个品牌啦 主要是因为最近听到蛮多人都在使用这个brand 然后 feedback 都不错 那我选择的是它的旗舰产品 也就是 A800S 它是一个有前后 camera 的新车记录仪的 你也是可以单独买前面罢了啦 而且我在AutoDuel.mai 这个网站买是有优惠的 他们现在做的promotion 凡是在8月1号到8月15号期间购买的话 只要输入我们的优惠买 也就是automachic 88 在check out之前记得放这个promocode啦 你就可以以更便宜的价格买到它 而且不止便宜了 它还加送免费的64GB Memory Card 你加多一个30块的话 可以upgrade去128GB Memory Card 不止如此 它还免费全国包邮 全国啊 我选择它的原因主要是因为我觉得400多块 可以买到一个有前后镜头的新车记录仪 算是很经济实惠啦 而且它的这个前方镜头还是支援4K 真真真正的4K哦 讲到这里要提醒大家一下啦 就是据我所知市场上这个价位上下的前后新车记录仪啊 虽然很多的号称讲前方是支援4K 但是真正前后一起操作的时候 其实这个前方的镜头是没有办法做到4K的size的 而这个70mm A800X 它就依然还是能够做到真正的4K 这个东西大家要留意一下 我还蛮喜欢它的前方镜头这个设计的 就是它内置了一个3寸大的显示屏 当你在开车的时候你想直接观看影片的话 你可以马上透过这个显示屏来查看里面的 footage 而且还蛮清楚的 当然它也和市场上其他的这个新车记录一样 它有专属的手机 App 你可以直接无线这样子预览 或者是下载你要的这个视频 不止如此它还支援这个24小时的监控功能 但是你要另外花一个59块买一下 这一包东西啦 它是一个额外的线路来的 只要接上你就能启动这个功能了 在你引擎熄火以后 还是能够做到继续监控的这个功能 但是这个线路是要另外接去ACC的线的 还有可能要接去电箱和FuSport之类的 所以需要一定的知识来安装 我是建议你给这个专业的电脚做会比较好 但是其他的安装工作就相对的简单很多 它已经设计好好了 包括这个前方镜头它是有这个盖 你这样子装上去 然后这里有一个专属的双面胶 这个双面胶它前后镜头都给你两个EXTRA的 而且你不是粘在大镜上 你是粘在它给你的这个所谓的静电贴 贴在上面 然后再贴在你的大镜上面 所以以后你换车的时候 想要拆下来的时候 你就不用担心撕下来会 这个双面胶不好 还是会留胶在这个大镜上面 我觉得这个设计还蛮贴心的 而且它给的这个线路的长度也非常的足够 而且是跑USB的 如果你车上没有USB插槽的话 不用担心 因为它也给你这个有两个USB插槽的 12V插座 话不多说 马上装上车 好了 安装好了 那现在就来一个路上的实测 据我所知 这个A800S 自行车记录器 所用的硬件 包括chipset 镜头感光器等等 都是好料来的 所以就算用到真正的Full 4K 也不会有过热的问题 那的确我现在开了一阵直播 摸起来是不会烧的 既然这样好料 然后现在刚好这个时间是有点逆光的 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时候测试这一台 行车记录仪 它这个前面镜头的感光是如何 OK的 那我现在进入这个隧道 然后按又亮又按又亮 也是一个很好的时候可以测试它的这个感光能力 OK我进入隧道了 然后现在马上出来 它从画面上我们可以看到啦 它的这个反应其实是很快的 而且整个画面都是很清晰 很shark 不会有太多的这个 noise 然后前方的车子呢 车牌也是看到非常的清楚 它的这个镜头是采用一个140度鲁光脚设定 所以我现在在这一种很多条lane的车道上行驶 大家从画面上都可以看到啦 基本上要录完全部环境的周围都没有问题 那基本上我现在是录着这个Full 4K的模式 所以画面上我就算去到准放到很大呢 Full 4K很清楚的看到前方的这个details 而且这台车还内建了这个GPS 所以它可以时时都一直在侦测到你的这个维度 Latitude 还有就是你的时速啦 我觉得这方面是蛮实用的一个功能来的 但是这个dashcam我觉得它有一个很厉害的功能 包括它刚才其实一直在叫 就是它有这个安达先进主动是安全系统 它的功能蛮basic的啦 就是有这个车道便宜警是前方碰撞预警 就是我到我靠近的时候它会通知我 还有当前方车子移动的时候 我的车子停车的时候啊 没有走的话它也是会通知我 有点像ASA啦 那我现在就靠近前方的车子 给大家看一下 它的这个感应还蛮准的 然后当我换车道的时候它也是 即时通知 这个A800S它还有一个Super Night Vision夜间模式 当你在夜晚开车的时候啊 它有这个3D DNR降噪技术 就你的那个Noise比较少 而且它用这个F1.8的光圈 夜间的补光是更加的好的 我在夜间行车的时候的确它的这个画质 真的是让我感到挺满意的 就包括前方车子的车牌啊 还有附近周围的这些物件啊 它都能够完美的捕捉到 以这个价位的行车记录来讲 我觉得它晚间的这个画质 我是相当的满意的 整体而言 我觉得这A800S的表现还行 那在这边我也 顺便放出这后方的镜头 给大家看它的画质如何 OK啦 没有到很好 但至少还看得清楚 又来到这熟悉的look 不懂这次会不会遇到我女神咧 诶 女神 Horlowski 里面 这个里面 我去带我们 し3 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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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